大家好,我是阿斯卡 欢迎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讲到车田正美 很多人想到的可能是圣斗士星矢 但对我来说 影响最深的却是风魔小次郎 小时候的我就常常拿着木棍 当做圣剑乱砍 具有一日千里的角力 耳朵能够听出三里外 掉落了真身 黑暗之中眼睛能变清 一千公尺外之敌 动如电光石火 竟如山林枯木 然而不为人知的 如风一般的漂泊 如风一般的生活着 他们一族被人称为风魔 故事开始是在日本的中央 阿尔卑斯山的不动月 有四名忍者闯入风魔部里 偷走一封重要的信件 嘿嘿嘿 轻轻松松就到手了 什么风魔一族的 我看根本是中风一族啊 不过正当四人跑到一半时 空中突然落下一个人影 轻而一举的就解决掉 跑在最后面的人 怎么突然起风了 城市馆的人竟然当起小偷了 你这家伙是谁 我们刚刚有几个人啊 好像少了一个耶 那个人已经躺在路边了 马上这个少年又手起棍落地解决掉了一人 我是全世界最会跳的人 你怎么可能抓得到我啊 说什么傻话 我阿嬷跳的都比你高啊 好了东西还我吧 太迟了 东西在最后的那个人身上啊 我是全世界跑最快的人 想追上我们夜叉一族还早一百年啊 不用这么久吧 打泥 什么夜叉一族听都没听过了 正当最后这名入侵者拿起武器想要硬干时 少年的速度更快 一瞬间就解决掉了他 瘋魔到底是什么 动如电光石火 进入森林枯木 我就是瘋魔的小次郎啊 随后小次郎打开被抢手的信件来看 原来是一封来自白凤学院的求援信 虽然搞不清楚其中的缘由 但看到白凤书院的负责人照片是个正妹 小次郎马上二话不说的就答应了 而漫画的剧情还增加了前面的一小段 刚开始是白凤书院的武术指导柳生兰子 带了一群人来山里寻找封魔 后来这群跟班觉得太累了 而且根本不相信世上有什么封魔 决定脱队不听指挥 结果被兰子教训了一顿后才找到封魔的故意 兰子对封魔总帅说明来意后 总帅却说如今封魔的兄弟都散落在各处 只剩下小次郎一个人 突然总帅察觉有人偷听 朝天花板扔了木刀 随后地上的信竟然被夺走了 小次郎才赶紧追了过去 之后就是接刚刚动画的开头了 总之最后就是小次郎接下了守护白凤书院的任务 当他刚踏进校园时 正瞧几个城市馆的小混混来白凤学院找茶 小次郎顺手踢飞了其中一个家伙 柳生兰子希望他低调的处理就好 没想到小次郎两三下就解决了这帮混混 还大声的自爆姓林 说自己是封魔的小次郎 要他们带话回去找比较能打的人来 接着兰子带小次郎来到总长室 见到了白凤书院的负责人北条姬子 纯情的小次郎看到正妹当场就流鼻血了 要是对日本战国有研究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风魔一族便是世世代代侍奉北条家的人者 只不过名字是叫做风魔小太郎而不是小次郎 车田把主角改名为小次郎 完全是为了应对他的对手武藏 回到故事 北条姬子对小次郎说明了事情的缘由 白凤书院一直以来都是在学业 武术 运动上 剔造出许多辉煌纪录的明星学校 不过自从姬子的祖父去世后 城市馆就以各种强硬卑劣的手段来挖角 使得白凤学院逐渐的衰退 而且城市馆的人还时常派人来闹事 姬子请小次郎帮助他恢复以往白凤学院的容景 被美色迷昏的小次郎自然是爽快的就答应了 小次郎 你实在太过张扬了 忍者本应该不露痕迹的暗中形式不是吗 哎呀 你这恰杂暴真的是很啰嗦耶 我又不是你的部下 两人在争吵的时候突然来了名不速之客 刚刚城市馆的混混果然把高手找来了 听好了小次郎 你只能在校外解决 千万不能影响到校内的其他学生啊 最后小次郎被朝城市馆的人走不去了 场景来到了城市馆 几个小混混不念书正在门口玩大老二 喂 人生在吗 混账 人生大人是你叫的吗 信不信我让你的人生充满意外啊 我再问你一次 人生在吗 你 你是 不死鸟一挥 不是 不是 这飞鸟大人 这个顶着一挥脸的人名叫飞鸟武藏 Asuka Musashi 就是前面所说的小次郎的宿敌 是整部动漫我最喜欢的角色 我会取名叫Asuka 也是因为他的缘故啊 随后小混混告诉武藏 人生去了白凤学院 因为今天新转来一个身手不错的家伙 叫什么风魔小次郎呢 武藏听到风魔两个字 也露出震惊的表情 这时场景转到小次郎跟城市馆的对决 城市馆之人介绍自己是夜叉一组的人生公介 这名字也是来自幕府新选组的人生狼 而新选组的陈志祺刚好也象征了城市馆 人生果然与之前交手过的杂鱼不同 他飘忽不定的身影让小次郎难以捕捉 反而是小次郎的脸上先挂材 小次郎抓住一个空隙朝人生当头一批 没想到这招竟然硬声声的被接下 什么 我居然无法砍断你的木刀 哼 我的刀是用三千年的剑木制成 连钢刀都无法伤他 还怕你的三流功夫不成 比胜负是看自身的小宇宙 又不是看木刀的 哦不对 我们忍者比的应该是查克啦 面对小次郎的步步进逼 人生只好使出他的必杀技 雾兵剑 突然小次郎周围产生许多兵结晶的雾气 让他的手跟脚都冻结起来 可恶啊 我原本以为你是使用龙的属性 结果竟然是用冰啊 这就是跟城市馆作对的下场啊 轻敌的小次郎最终还是被人生打败 幸亏兰子随后赶来才保住了一命 这时在城市馆的总部 武藏正在面见城市馆的总长夜叉鸡 夜叉鸡指着棋盘上的皇后说道 白凤学院就像这盘棋一样已经是死棋了 皇后完全处在没有防备的状态 不过武藏却要夜叉鸡注意身旁的棋士 他可能会发挥皇后以上的威力反败为胜 夜叉鸡明白武藏指的是小次郎 并说区区一个风魔能够改变什么 但武藏还是坚持对手是风魔 绝不可大意 自动请应要除去小次郎 夜叉鸡要他别忘了自己的使命 并走到一幅地图前说道 这个地区已经有三分之二在城市馆的掌控下 把其余的学校全都纳入城市馆的麾下 才是他雇佣武藏应该做的事 而从这地图看来根本是战国时期北条的领地巷魔 受伤的小次郎被兰子带回自己的宅邸修养 两人又为了小次郎太过张扬的事发生争执 小次郎送了一波养眼的福利给我们这些阿仔们 火大的兰子抽出鞭子来教训小次郎 并将他倒掉在树上 等 等一下 兰子 我感觉到有杀气啊 有敌人躲在这附近啊 那正好啊 反正我也想杀你 你今晚就在这里好好地反省吧 等 等一下 真的有杀气啊 结果兰子一离开 果然出现了一个城市馆的刺客 漫画里则是影之三兄弟三的刺客 不过这种只会靠蛮勇 不会用小宇宙的凡人 当然三两下就被小次郎给收拾掉 随后小次郎逼问这家伙人生的所在地 就再次抄着木刀去找人生报仇 第二次交手虽然小次郎身上有负伤 不过同样招式无法使用两次的这个规则 竟然在封魔小次郎里也有用啊 小次郎看穿了人生的雾兵剑 跳起来闪过之后两人对砍了一刀 小次郎依旧不敌而倒地 这时武藏也来到了现场 武藏 你怎么来了 这个人说要击败我们城市馆 我来看看他到底有多击败啊 看来他真的是封魔一族没错 原来如此我终于明白了 人生话刚说完 手上的名刀突然整个碎裂 看原来真正被击败的人是我 那家伙在最初的一刀就已经粉碎了我的木刀 瘋魔真是可怕的敌人啊 子龙 呃不 人生 城市馆里最强的战士已经被我打败了 刚刚倒地的小次郎又再度站起身来 武藏也抽出他的长刀要替人生报仇 小次郎虽然嘴上的态度强硬 但还是被武藏长刀发出来的杀气给震折住 小次郎心想长刀的弱点应该就是近身战 于是使出忍住风魔裂风 借着刮起的强风冲向武藏给他一刀 但这刀却扑了空 随即武藏也使出他的必杀技 飞龙霸皇剑 剑气化作龙影 一刀刺穿了小次郎的左腿 这场胜负小次郎虽然是彻底的输了 但他最后的一刀仍然划破武藏胸前的衣服 武藏惊叹道 若是小次郎的刀再长几公分 自己可能已经被打倒了 面对这么可怕的敌人 还是得必须斩草除根 就在武藏打算给小次郎最后一击时 场边却出现三个只有眼白的人出来制止 回过神来的小次郎已经被送回了兰子家 身上的伤口也已经被包扎好了 唯独被刀刺穿的左腿伤势比较严重 兰子告诉小次郎 发现他的时候已经倒在大门前 不知道是谁所救 现场只留下一张纸条 小次郎一看才知道 原来救他的是其他蜂魔的兄弟们 蜂魔一组的人已经准备在这里集结了 而回到城市馆的武藏也告诉领导夜叉机 蜂魔一组已经开始行动 要他赶紧发出红星剑召集夜叉八将军 不过当场遭到夜叉机的拒绝 因为夜叉八将军是夜叉一组最强的战士 负责镇压各地区占领的领地 如果召集他们回来 可能会动摇到城市馆的基业 武藏却说如果不趁此机会将蜂魔一举消灭 城市馆一切的野心都将化为泡影 听完武藏的话 夜叉机也不再犹豫了 立即派人发出红星剑召集夜叉八将军 武藏也有感觉 这可能是他此生经历过的最大战争了 这时在柳生兰子家的小次郎也没闲着 他强忍的腿伤 拿出一堆木刀正在劈石灯笼做特训 小次郎 你别浪费我家的刀好不好啊 木头怎么可能劈得断石头啊 如果连这种事都做不到的话 就无法打败武藏了 兰子 把你家的木刀全部都拿出来吧 可恶啊 账单我一定会寄回风魔故里的 而在一个拥有超级月亮的夜晚 武藏正在集合点 等待着夜叉八将军的到来 突然一阵风伴随着一道白色的身影出现 我是白虎 杨炎 雷电 暗鬼 我是不知火 优水 还有我紫妍 八将军还差一个人 黑狮子呢 是不是太肥了跑不动啊 肥你妈了 我早就来了 古藏 你着急我们八人过来 如果只是为了些蒜皮小事 我绝对饶不了你啊 哼 你们八人从现在开始都归我管啊 古藏 你疯了吗 我们夜叉一组一百零八人 可是还管主同等地位 我们最强的八人 又怎么会当你这个外人的手下呢 你们没有和我组队 只是一群垃圾 古藏 我已经看穿你的阴谋了 你用打倒风魔为借口 其实想当夜叉一组的首领对不对 我现在就来解决 黑狮子的话都还没讲完 现场突然刮起一阵风 居然是小次郎单枪劈马地跑来挑衅 你怎么知道这里 哼 我们风魔一组的耳朵啊 连三公里外的针掉落在地上的声音都能听见啊 你这个笨蛋 我先宰了你再说 别乱动 我对你们这些小喽啰没兴趣 我是来找武藏做个了断的 这时突然又刮起了一阵抢风 救了小次郎的风魔一族三人正式登场了 龙魔 牛鹏 项羽 你们来这干嘛 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忙啊 小次郎 我们不一定是来帮忙的 说吧 龙魔一拳将小次郎打晕 并准备将他带离现场 但随即就被夜叉八将军给包围 只见龙魔从怀里掏出一封战帖 上面写的是风魔战士八人的名单 随后又刮起了一阵强风 你们八人的脸孔和名字我都记下来了 下次再碰面就要你们的命啊 不要慌 这只是幻觉 随后武藏将长刀朝龙魔扔了过去 没想到被龙魔用金蚕脱壳躲过 风魔一组也瞬间消失在风里 以速度见长的白虎立刻追了上去 这个人的算术比我还差 把我们九个人说成了八个人啊 话才刚说完 不知火就突然倒地了 夜叉一组剩余八人 不是算错 是其中一个根本不用算的 看来不能光靠白虎一人 我也前往支援了 真不愧是龙魔已经先干掉一人了 少了一人以后好办事啊 诶 有追兵 你们先走吧 为了阻止追兵 项羽一个人留下来断后 他对上的是夜叉八将军的白虎 一个人追来是你的不幸啊 看我项羽的白羽症啊 项羽轻轻催了一下手中的白羽毛 羽毛突然变成像片片雪花般 围绕在白虎的身边 这种雕虫小技对我是没用的 我劝你最好还是别乱动的好 突然羽毛变得像刀片一样的锐利 转眼间白虎身上已经被割了遍体鳞伤 接着项羽又从怀里掏出三根蓝羽毛 跟白羽不同 蓝羽的作用是直线地朝敌人飞去 一瞬间就能取人性命 白虎闪过蓝羽毛后将自身的气息隐藏起来 但项羽却说 不管躲到哪 白羽毛都能够找到敌人的行踪 接着摆出了攻防一体的白羽症 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原来后来顺着星云锁链跟阿布罗迪的玫瑰 都是用项羽的招式中演变出来的 白羽症就像是星云锁链般 只要敌人靠近就会有反应 取白虎的性命就是迟早的问题 但这时项羽又察觉到有新的敌人靠近 必须赶快解决掉白虎才行 没想到一个分心竟然被白虎分身锁片 随即白虎从背后砍了他一刀 哼 你以为我会一直闪躲吗 生死关头项羽朝白虎射了一根红羽毛 最后一根羽毛你也射偏了 准备受死吧 白虎正要挥刀时 一只红色的巨鹰从背后袭来 回头一看才发现后颈插着一根红羽毛 原来项羽的蓝羽是直线飞行 而红羽却是像回力标一样的成弧度飞行 就在项羽要给白虎最后一击时 手上的羽毛突然起火燃烧 原来是另一个夜叉八将军紫岩赶到 白虎伤得不轻 看来要尽快解决你才行啊 项羽再次使出白羽正来迎敌 但紫岩的火属性就像天生是项羽的克星 一瞬间就让白羽正复之一具 就连直线射出的蓝羽 都在还没碰到紫岩的身体就被烧掉了 没用的 蓝羽毛跟红羽毛我都见识过了 化成灰马项羽 以下是火恩 紫岩打出的火球具有追踪的功能 项羽闪避不及遭到重创 我不行了 不过至少要解决掉它才行啊 遇到你的同伴时 我会转告他们 你打出的最后一根羽毛是红色的 正当紫岩得意地闪过项羽的红羽毛时 却发现心脏已经中了一根黑羽毛 原来项羽的羽毛还有第四种银羽 它会跟随在其他羽毛下面 让对手以为是影子不易被发现 直接刺穿敌人的心脏 我太大意了 不愧是蜂魔一族 接下来就交给你了 小龙 此战最后双方以同归于尽的方式收场 叶叉一族剩余七人 蜂魔一族剩余八人 白狐醒来后觉得很奇怪 项羽怎么没有取自己的性命 看到紫岩的尸体才知道他是替自己牺牲的 随后他抓起项羽的脸印在泥土中 复制了项羽的脸 决定卫装成他的样子混进蜂魔的阵营 这时受了伤的小次郎也被送回柳生的宅邸修养 突然龙魔察觉到院子有人闯入 原来是披着项羽面皮的白狐 我说老兄啊 你就不能换件衣服吗 你是怕别人不知道你身上的伤是白羽症造成的吗 等等项羽 你只有一个人回来吗 我怎么感觉到院子里充满了杀气呀 哈哈哈哈 不愧是龙魔 警觉性不错啊 我封我的灵彪来也 看你拿树枝的知识很欠扁你知道啊 只有你一人来吗 不 还有我 突然又出现一个人影坐在石头上 白狐看到他的脸差点吓到尿裤子 怎么会 项羽不是死了吗 来得好 小龙 好久不见了 哥哥 你怎么一副要挫赛的脸啊 原来这个人是项羽的双胞胎弟弟小龙 害假扮成项羽的白狐 差点吓到要挫赛 看你吓死我 我要尽快收拾他们才行啊 当晚轮到这个刚登场没三分钟的灵彪首页 白狐趁他没有防备之下 一刀从背后解决了他 风魔一族 剩余七人 众人听到惨叫声后也迅速赶来 大家都不敢相信林彪这种路人脸竟然也有人想杀啊 正当众人想去追凶手时 小龙却说不必了 敌人就在眼前 接着拿起木刀朝项羽攻击把他的假面具打破 可恶啊 你是怎么试破我呢 你如果项羽的话身上怎么会有白羽阵的伤啊 全世界会使用这招的只有我和我哥哥啊 说完小龙就朝白狐发动白羽毛的攻击 但白狐毕竟也是速度一流的高手 面对风魔众人的围攻还能谈笑自若 不过白羽阵就像星云锁链一样 无论敌人逃到哪都能够找到他的踪击 最后白狐还是死在小龙的蓝羽毛之下 夜差一族剩余六人 没想到白虎临死之前竟然发出了信号弹 将风魔的藏身之地告诉了同伴 刚好就被在附近巡视的夜差八将军雷电看到 雷电想赶紧回去通知同伴 来到半路突然发现招人跟踪了 哼 急急忙忙想赶回去通风报信吗 可恶啊 你是谁 我是风魔一族的雾风啊 啊 看你根本是顺吧 雷电的忍数是可以召唤天上的洛雷 还能丢出带电的铁链攻击敌人 被击中就像被雷劈到一样的痛苦 这次要让你全身都尝到雷集的滋味啊 说完 雷电再次抛出铁链 雾风闪避不及被铁链缠住的手挂在了树上 没想到顶着吴小强脸的雾风 这么轻易的就被雷电收拾掉 不过为何画面没有出现 风魔一族剩余六人呢 果然就在雷电离开之后 森林突然起了浓雾 糟糕 我好像迷路了 雷电 你打算在同一个地方跑多久啊 啊 这个声音 你是雾风 怎么可能 你不是已经死了吗 你不知道锁链是我在隔壁棚的武器吗 说完四周突然出现许多雾风的幻影 雷电无法察觉哪一个才是真身 丢出了锁链平平的尸力 最后还是被雾风给一刀收拾掉了 听说风魔里有一个抽中物的战士 原来就是你嘛 也差一组剩余五人 而就在雾风离开没多久后 雷电的尸体也被其他的叶叉战士发现 靠杯 现在已经是五比七了 局势对我叶叉越来越不利 我们先去解决掉杀死雷电的风魔吧 而正赶往集合点的雾风 也察觉到背后三名叶叉的追兵 他用木刀指向地上的水挖 使出忍住风魔雾幻症 一瞬间整个树林又被浓雾给笼罩了 可恶啊 追丢了嘛 哼哼哼 夜叉 就算你们三人一起来 也是和雷电同样的下场啊 随后四周又出现了许多雾风的幻影 不过这次雾风算是踢到铁板了 因为这三名夜叉中有一个叫做暗鬼的 跟男鼠的月光一样天生就是个瞎子 雾幻症的幻影对他完全没用 哼 你逃不掉了 快追 雾风的行踪完全被暗鬼看穿 面对一打三的窘境 雾风也只能拼命的逃跑 可惜天不从人愿 跑出森林后眼前竟然是一个断崖 看来你已经无路可逃了 我一定要替雷电报仇 你是让我们动手还是自己跳下去啊 我也不想死 可是现在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了 这时突然又产生了一阵浓雾 雾风就在这片浓雾下跳下了断崖 两名夜叉认为雾风可能已经事先做好防备 于是也跟着跳下断崖去追紧 等等啊你们两个 奇怪我怎么感觉不到雾风跳下去啊 话刚说完 暗鬼背上突然就被捅了一刀 原来刚刚跳下去的雾风只是个幻影 真正的雾风一直都没有离开过半步 也差一族 剩余四人 这时在一栋医院前看到了五藏的身影 原来他有一个患了不治之症的妹妹叫惠里奈 五藏随时都会来医院探望妹妹 而惠里奈也时常都会做了相同的噩梦 梦境中哥哥不断的被强风追逐 由于夜叉的战士被杀到只剩下四人 上头给了五藏压力 要他出面挽回烈士 五藏意识到此战生死难料 取下妹妹的法袋缠在刀上当作幸运物准备出阵 才刚走出医院五藏就感觉到一阵强风 来了有两名风魔战士经过 今天遇到我飞鸟五藏算你们倒霉 而正如五藏所感觉到的 风魔战士兜丸跟利罗正准备前往柳生宅邸会合 突然半路遭到死神飞鸟五藏的拦截 才一眨眼的瞬间 兜丸连刀都还没拔出来就被五藏所杀 连一旁的利罗也被五藏砍伤了脚 接着利罗使出华丽的必杀技 风魔朱丽岩 空中突然飘出了片片的花瓣 被这花瓣碰到马上就会起火燃烧 不一会儿的功夫 五藏全身就烧了起来 利罗也趁势补上一刀 准备盖牌结束这回合 没用的 这种程度的火是烧不死我的 什么 没有影子 这是幻影 到此为止了 利罗 火瓣好减 五藏必杀祭出利罗当场毕命 可怕的五藏才刚打卡上班 就瞬间收拾掉两名蜂魔 蜂魔一族剩余五人 这时在柳生宅底等待集结的蜂魔们 也收到一封挑战信 都玩连利罗都被宰了 蛤 夜叉中有这么强的人吗 恐怕是飞鸟五藏 也就是瓷穿小次郎左腿的人 他为了早日结束这场战斗 邀请我们大家参加团战啊 哼 有趣 我们就答应他们吧 正好把剩下的夜叉一网打尽啊 这样也省得一个一个去收拾啊 因为小次郎目前还躺在床上 于是就由蜂魔的四人前去应战 来到了指定的地点 刘鹏突然踢到一个陷阱 瞬间一堆木棍从四面八方袭击而来 只见龙魔眼睛一闪 木棍突然停在半空中慢慢的掉下来 随后夜叉的战士也全都现身了 感谢封魔的诸位接受我们的邀请啊 客气了 这样也省得我们不少麻烦啊 比赛的方式就跟圣斗士一样 才一对一的决斗 其余人的绝不可以出手啊 那第一战就由龙魔来吧 好 这个人所散发出的小宇宙 难道他跟我有相同的能力吗 嘿嘿 夜叉就由我阳眼来打第一战吧 慢着阳眼 你的脸一看就是车田必死的路人脸啊 还是由我来当那个人的对手吧 看你太小看我的武装 凭什么只有你才打得赢啊 阳眼很不爽的拎着木刀劈向龙魔 只见龙魔眼睛一闪 阳眼的木刀就整支碎掉 他不死心捡起地上的木刀继续攻击 龙魔瞬间消失后浮在了空中 接着使出他的绝招 封魔死尽剑 从龙魔的右眼射出了一个方形的框 将阳眼给封在了一面镜子当中 阳眼都还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 龙魔便开口说道 夜叉剩余三人 说完手起刀落直接将镜子打破 而在镜中的阳眼就跟镜子一起变成了碎片 这可怕的能力马上让一旁的两名夜叉都怂了 于是便由武藏来打着第二战 武藏展现了自身的小宇宙后 龙魔才明白 眼前之人跟自己一样都是超能力的战士 两个超能力战士进入一个与外人隔绝的空间战斗 龙魔发现眼前的武藏没有影子 只是个残像 而真正的武藏突然从龙魔背后出现 对着龙魔当头一批 不过这个龙魔一样是没有影子的残像 但从他的额头上流下的鲜血可以看出来 武藏还是略胜一筹 与此同时 昏迷中的小次郎也醒了 他得知同伴们都前往战场后 也随后跟进 这时柳生兰子叫住了他 并丢给他一把刀 这把刀不是普通的木刀 而是传说中的豪刀 风铃火山 他的特色是像船桨一样 刀柄上还刻有风铃火山四个字 有了这把刀后 就能跟武藏一较高相了 回到武藏与龙魔的对决 龙魔直接使出了风魔死镜剑 跟之前一样 右眼射出一个方形的框 强如武藏也照样被封在了镜子里 任凭他怎么敲打也无法从镜中拖出 龙魔举起木刀朝镜子一批 武藏的身体就跟镜子一样碎成了碎片 但此时镜子的碎片突然飞过来 割伤龙魔的身体 龙魔惊讶之余 碎片竟然逐渐拼回原来的样貌 接着变成无数镜子围绕在龙魔的身边 龙魔越是破坏镜子 镜子的碎片就越是割伤龙魔的身体 到头来只是在伤害自己而已 哼哼 你的超能力只有这种程度而已 根本无法和我相提并论 你的死骑到了 龙魔 而就在武藏举起刀的同时 突然有人从外力破坏结界 并找到武藏的本体 此人正是手持风铃火山的小次郎 残念了武藏 有我小次郎在的话 你是不可能杀掉龙魔的 不过就在小次郎准备跟武藏交手时 突然一个带着铁链的手铐飞来 靠住小次郎的右手 别动哦 一动的话你的手腕可是会断掉的 你的对手是我 腰水 小次郎拉了一下铁链 手腕竟然被割伤了 原来这手铐的内圈全是利刃 接着腰水又丢出四个手铐 分别靠住小次郎的四肢跟脖子 嘿嘿 先切断哪一个部分好呢 是手脚还是头啊 这种雕虫小技就想困住我吗 接着小次郎竟然主动的去拉铁链 随后木刀一砍铁链全都应声而断 接着小次郎一跃而起 对着腰水当头一批 腰水想用铁链挡下这几 没想到铁链完全防不住木刀 当场一命呜呼 夜差一族剩余二人 没错 那一定是传说中的好刀风铃火山啊 古兆 你是在怕什么小朋友啊 哪有什么传说中的木刀 就是刚好腰水铁链生锈而已啊 说完 巨大的黑狮子也对小次郎发动攻击 在此小次郎秀了一段装备上风铃火山后学会的技能 急如风 移动时速度像风一样的快 令人无法捕捉 徐如灵 静止时身体宛如隐身于灵中 完全察觉不到气息 侵略如火 攻击时威力像火一样的猛烈 瞬间砍伤黑狮子的头 不动如山 防御时像无法撼动的巨山 连岩石都能粉碎 就在黑狮子举起更大的岩石 想发动第二波的攻势时 小次郎快他一步跳上岩石 一刀将岩石连同黑狮子一起砍成两半 至此夜叉八将军全数阵亡 剩下的只有统帅飞鸟五脏一人啊 而就在两人要决斗时 天空突然下起雪来 五脏想起妹妹最喜欢的就是雪 他决定数战数决 快点回到妹妹的身边 同为超能力战士的他 也使出跟龙魔一样的死镜剑招式 把小次郎跟在场的风魔同伴一起封入镜子中 中了同伴招式的感觉如何 我该先打破哪一面镜子呢 武藏 你忘了我还有风铃火山吗 就跟圣斗士打架都靠圣衣一样 我们忍者打架也都是全靠武器啊 在风铃火山的面前 不只是死镜剑 就连武藏的幻术都没用 此时武藏进来也学一挥逃离六道轮回的那招 想用超能力移动到风铃火山到不了的地方 结果连超能力都在风铃火山面前失效 小次郎跳起来准备给武藏最后一集 结束这场决斗 没想到武藏的长刀竟然接下了风铃火山 突然武藏的刀身出现裂痕 表面碎裂之后竟然变成一把黄金色的刀 这是跟风铃火山同为传说中圣剑的黄金剑 黄金剑举起如同大海般的威力想吞噬小次郎 小次郎却用风铃火山刮起了强风将大海一分为二 并说像武藏这种把灵魂卖给恶魔的人 没资格持有圣剑 但武藏却说为了能让妹妹多活一天 别说是灵魂 就算生命卖给恶魔他也不在乎啊 说完便使出飞龙霸皇剑重创的小次郎 而在战斗中武藏仿佛看到妹妹病危正在抢救当中 收起武器想要前往医院 不过倒地的小次郎却又再度爬了起来 怎么可能 我明明刺穿你的心脏了 你在战斗中分心了吧 这里离心脏还远得很呢 接着小次郎用不要命的同归于尽方式跟武藏互砍一刀 但依然不是武藏的对手 最后力竭的倒下 武藏举起刀想过去给小次郎最后一击 却见到妹妹的灵魂来向自己道别 武藏在大雪中叫了一声妹妹的名字后 现场就一片鸦雀无声了 小次郎醒来后发现武藏并没有取他的性命 回望一眼武藏才发现他已呈现失魂的状态 眼里根本没有小次郎这个敌人的存在 武藏的心在一瞬间撕裂了 身体被冻僵在大雪之中 现在要取下这个最强男人的手机 简直易如反掌 画面虽然闪过一颗武藏的断头 但圣斗士的真爱粉都知道 在车田世界的断头 十次中有十次都是假的 最后小次郎还是没有动手杀掉武藏 小次郎 武藏的妹妹似乎已经死了 刚刚在战斗中 武藏内心一直在呼喊着妹妹的名字 原来如此 我竟然被无视了 小次郎 你为何不给武藏最后一击 你要知道 等他心脏恢复跳动之后 说不定会再度成为 风魔最大的敌人啊 没关系啦 到时候我就算拼了命 也会阻止他的 因为在战斗中 我似乎也听到了 武藏妹妹的声音 风魔小次郎 第一部夜叉八将军 到此正式结束 下一个篇章 是我最喜欢的圣剑战争篇 如同圣斗士的十二宫之战一样 是风魔小次郎最精彩的篇章 请继续收看不负责任风动漫 我们下集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